歡迎收看今天的不留戀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藝人算命去世多 好開心喔 謝謝 好開心喔 姐姐最喜歡算那個免錢的 不是只有我喔 妳自己也算了 是好不好 也不是只有我們兩個 其實我覺得只要是女人 然後可以編輯的 算了 大家都很愛算的 加上我們七位老師 都是非常準的耶 是的 還有在看前世今生 廟增住此業 都是很準的耶 對啊 我們可是有口碑的 所以今天好興奮喔 謝謝 請來歡迎我們的來賓 黃豬 謝謝 好開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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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的廟增住持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林老師好 妳有沒有覺得林老師會比較好 妳有沒有覺得林老師 她兩個酒窩好可愛喔 對啊 就是繡起來就是很甜這樣子 又有帶一點點帥氣 她不是酒窩 她是酒窩帶梨窩 對啊 因為我是有兩個梨窩 狼姑也是嘛 狼姑也是有 我是酒窩 然後就有一個梨窩 然後我們在談那個狼姑的爸爸的事情 因為剛剛我們在裏內容 我還以為真的狼叔就是狼姑的爸爸 狼叔是我爸爸 沒錯啊 狼熊 對 狼熊 我以為我們認識的狼叔是狼熊 對 以為是狼姑的爸爸 結果不是 不是 聽說因為這樣子發生很多趣事 我有一次到中市的時候 碰到就是她太太 姐包家包導播 我們叫她包媽嘛 然後包媽就... 就是愁眉苦臉 然後一眼看到我就 丫頭 你快過來 你給我你電話 我說好啊 導播跟我要電話 她說我跟妳講啊 一天到晚有人打電話 到我們家來發通告 發你的通告 真的嗎 我都跟他們說了 妳不是我們家女兒 他們還說包媽 幹嘛 妳要抬價錢啊 這不是我女兒啊 我女兒我幹嘛不認啊 以後我就直接把他們電話給妳 不是 他們都半夜打來 好像我們都不用睡覺 我就覺得不是我的錯 但我很抱歉 然後不然就是 我的...我以前的那個房東 身頭很高義的人 然後呢就是有一次新聞是說 郎叔叔生病心臟不好這樣子 然後隨他金鐘獎沒有去領 然後那個房東就 妳老婆有比較好嗎 我老婆很好啊 不是看白 沒有啊 身體很好啊 不是說心臟不好 她臉色越來越展開 她開始說看一種 不孝女兒的眼神看著我 不是說心臟不好 妳不知道 沒有聽過我媽的心臟不好 我早就在看耶 她就很生氣 然後我就從她眼神讀到 就是那種下個月 我就不會再把房子 租給妳 準備要消我了 對 然後我就突然就... 就想一想 對 她覺得我很不孝 因為她很高義的人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我說 妳是不是在補充上 上上看到那個狼雄 狼叔 看白的事情 對啊 那不是妳家是大人 那小姐姐不是我們家是大人 我說我老婆不是狼雄 然後她就... 唉唷 唉唷 難道 對 我不是說妳怎麼很不孝 走來走去都不去看妳老婆 過世的時候妳也被誤會 妳是個不孝女 有 那個先是... 先被記者嚇一跳 早上九點鐘當天 現在講狼叔的事情 真的很抱歉 不好意思 當天接到電話 記者就說我是某台記者 然後我就說有什麼事 睡著迷糊 什麼事 他說妳是不是知道狼叔過世了 我就嚇到 我扶著牆 不能動 我就說妳在講什麼 妳在講一遍 早上五點 不能講話 妳不知道嗎 那記者也開始質疑我 妳不知道嗎 妳會不知道嗎 妳家人沒有通知妳嗎 然後我就... 對 我就說 我家人 心臟病人妳不知道嗎 我一聽心臟病我就知道了 說妳是不是說狼熊 狼叔 他說對啊 妳會不知道嗎 我是他們家女兒 妳覺得他們有必要早上 他說嚇一跳就... 對不起 然後接下來 就有很多記者打來 可是那個低通電話打來的時候 我是整個坐在地上爬不起來 腳軟 然後...對 但是我當然我心裡很不舒服 因為狼熊 狼叔叔 是一個很...很了不起的演員 對 很棒 然後這個事情兩個禮拜以後 我們出外景到一個 我記得好像是到新竹市的 新竹市立殯儀館 我們去採訪 一些這種葬禮的習俗 然後那裡面的工作人員 是很好心妹 他就一直在看我 我就嘻嘻哈哈很開心啊 才過兩個禮拜而已 對 才兩個禮拜 他就一直用一種同情的眼睛這樣 都不害人跟我講話 後來終於鼓起勇氣 讓小姐 妳心情有比較好嗎 我心情很好 他就 妳們演藝人演真的很辛苦 妳看家裡發生事情 妳還要在這裡搶我的玩笑 我就說 我家出什麼事情 他說 妳父親不是才走了兩個禮拜嗎 我就說 他真的不是我父親啦 大家都誤會 他說 原來是這樣 我還想說聽說妳很孝順 妳笑得這麼開心 我以為妳是 她是傷心過度思思的嗎 沒有 剛剛連我都以為是 狼狼狼狗的爸爸 妳還說不是有一次曾慶宇 曾姐 對啊 在一個在賴勝川老師家碰到他 然後呢 他就說恭喜啊 什麼事啊 謝謝 恭喜啊 妳爸爸得金馬獎 不 不是跟我爸什麼時候 滿足我們去拍戲 我什麼都... 我看到美術獎 對 我就 是嗎 他就妳不知道嗎 還是妳媽媽上台領獎 我媽也上台領獎 我... 我就完全覺得 我那時候就突然覺得我很不孝 就那個時候我一秒鐘 他就看著我說 這麼大事妳都不知道 我... 妳是說狼熊狼叔嗎 對啊 她說 對 我爸是狼叔 但是他是做你們節目那個狼叔 他就這樣 孩子啊 妳千萬不要跟他講 他會罵死我... 因為狼姐的爸爸是 做道具的 海事 對 城市 真的是誤會大了 我們剛剛講說是 藝人算命去世多 是 妳有沒有算過米 妳很相信嗎 秀琴 我其實是到最近 才有陪朋友去算 才就是半信半疑的 可是聽說老公不相信 我們那個黃金戰士不相信 戰士因為是很虔誠的 我們家都是很虔誠基督徒 所以他們有時候 他們去外地比賽啊 然後球隊會... 整個就會帶到廟裡面 去拜拜什麼 希望今天很順利 他都是坐在那個巴士裡面 等他們那個 他就連下去都不下去的那種 聽說妳有幫妳老公 展過桃花 妳真的展桃花有用嗎 妳怎麼展桃花 朋友就會介紹說 那個老師還不錯這樣子 然後就想說 一方面是 那時候我們才剛買房子 只是想說 要請那個老師來看個風水 對 她就開始問啊 就說 妳先生是睡哪一個地方 然後我睡的那個 妳那個老師是詹惟中老師嗎 變錢了嗎 她就想看嘛 是不是說 妳家有那個喔 這個梁柱怎樣 對妳們會不好這樣 對...然後就說 我老公是睡在哪一邊這樣 然後我說我下床是面這裡 然後地板是木地板 然後她睡的... 就是直接下床就是磁磚 她說妳看 妳們最近是不是 妳老公對妳人言人語 我就說 後來就回想說 對 很像有 很像有 最近就還滿常口角的這樣子 對 她說妳看 我跟妳講喔 其實喔 那種什麼結婚照什麼照片 就是不要放在那個 不要放在床頭上什麼的這樣 是嗎 不是很多人都沒有放在 我們現在也放床頭上啊 妳感情不好喔 不會啊 妳知道嗎 天啊 我老公現在人在大陸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然後呢 通常都是這樣啊 對 她就說妳看 妳老公呢 一下床 就踩到冰冷的磁磚 就是整個就是 他就會影響到 誰不是下床都踩到冰冷的 妳知道 妳可以碰碰 因為我那邊是... 對 妳們在裝潢怎麼這麼怪 因為我們這樣下床過去 這樣彎過去就是門口 就是要到客廳 那像有些人家裡 全部都是磁磚那怎麼辦 就妳知道 當下那個老師這樣講 我說對喔 對 她就說那 妳要嘛就是 全部鋪木地板 我說那那要鋪鋪喔 有 我不可以卡住 妳剛剛在裝潢好妳 對啊 我就說那老師可以擺個 譬如說拚毯還是地毯 她說這樣也可以 對 她就說 妳們這個門是什麼 我說 門就進去就是浴室嘛 那妳通常會給它分開 來就是做淋浴什麼分開的那種 對 結果她就說妳這樣不行 她會有二房 就是兩個房間 房間不會有兩個門這樣子 可是現在 整個就是 對啊 我去每個人家 每個人家都是這樣 我家也是這樣啊 二房 我住老住在大陸 我說 瓜 看 不是 寫書現在在哪裡 在樓下 不是 有些人 她甚至說她房子比較大 對啊 還會坐三個門 因為另外一邊就去Wordroom 就是那個扶妝間啊 對 還有夜間啊 對啊 還有 然後反正那老師講什麼 我都還很相信這樣 她就說 不然妳就 就是跟妳老公換邊 然後呢 她不就換了 妳就會餓了嗎 沒有 她就說 因為我 她就是講說那個桃花的那個 就是盡量不要就是睡 讓她接近水啊還是什麼 對... 對 然後就說那種 就叫我就是 她叫睡水床不就完蛋了 對啊 哇塞 我有個朋友 她的床是水晶床 後來妳有沒有改 她這麼早做棺材幹什麼 後來就改 後來就改 然後她就有叫我做一些 放一些東西在床底下 放什麼 這樣她老公會就發現 她放了一些有的沒的 沒有 等一下再講... 對 然後就是 她就說妳要去海邊 要自己去拿 剪三顆鵝卵石 然後綁紅線 妳可以分得出什麼是鵝卵石嗎 有啊 我花蓮人 七星潭水邊 海邊都是鵝卵石 花蓮石 平常都拿來吃的 對啊 整個啊 石鍋大湯 甜甜還鹹鹹的還不錯 當場吃啊 所以我們都假牙 對不對 趕緊撿回來了 對 把紅線 然後綁紅線這樣 然後就是說在什麼床 還不是枕頭嘛 就床底下 就是我們要剪指甲 頭髮 然後還要什麼大髮 對 妳知道嗎 可是在當下 整個感覺就是 完全是相信老師講的話這樣子 對 然後就整個就做 然後睡到一半 我覺得這不是很像那種 下骨之類的 剪頭髮就好了 妳幹嘛拔他頭髮 我平常也沒有辦法 幫他剪頭髮 因為他睡覺你就偷偷剪了 一定會有掉到那個浴室地板 然後也不知道到底是他的 還是我的 你知道嗎 他那麼短 他那麼短 我就整個就是 很蠻像 很近 很擔心 妳太擔心了 所以妳一切都造作 剪指甲 剪頭髮 然後就放在一個環包袋裡面 然後放在床底下 對...然後就放在床底下 然後呢 我不知道我們這麼快在 不到一年 我們就搬家了 然後呢 那我也忘記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我都忘了 我在床上放了什麼 有的沒有的東西 床底下 對 然後後來搬家公司來啊 然後就是他就先進去 然後就說把這個床 要怎麼樣包起來什麼 後來喔 他就很氣衝衝 坐電梯上來 因為他已經拿在手上 然後他就說 妳現在對我做了什麼事情 就是不知道從哪裡傳出來的 就是說 為了要防止老公偷吃喔 然後可以有一種方法 就是妳要想辦法拿到 老虎的大便或是馬的尿 老虎的大便 對 跟馬的尿 要摻到妳先生吃的東西裡面 對 就一點點 然後他就可以保證他不花心 一輩子 對 不知道從哪裡出來的 這一個留言之後 動物人每天來要 獅子大便跟馬尿 可是後來人實在太多 他們還要發牌子耶 啊